兔子的胡萝卜 兔子住在城市里,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自从拥有了一个胡萝卜, 它的生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它什么时候都抱着它, 就连和兔子小姐逛街的时候也抱着。 它走到哪儿都抱着它, 就连和其他兔子去郊游也抱着。 冬天到来的时候, 兔子收拾了行李,决定到乡下去。 一路上,它梦想着依靠泥土和辛勤的劳动 得到更多的胡萝卜。 它觉得兔子的幸福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树林旁边,它遇到了一个雪人, 风静静地吹着,雪人孤独地站在雪地上。 它们一起聊天气, 聊雪地上的脚印, 聊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雪人最想聊的是胡萝卜, 因为它还没有鼻子, 它好想好想拥有一个胡萝卜的鼻子。 但是,雪人没有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 它想,或许自己可以拥有其他的鼻子, 比如, 梅渣鼻、燃烧着的香烟鼻、树枝鼻、 红辣椒鼻、瓶盖鼻、 还有报纸卷的鼻子。 反正不是胡萝卜鼻子, 因为它一眼就看出来胡萝卜是兔子最喜爱的东西。 快要说再见的时候, 兔子突然发现雪人没有鼻子。 它想, 没有鼻子就不能闻到各种气味, 这一定是雪人生活中最遗憾的事情。 所以, 兔子想都没想, 就把胡萝卜插在了雪人的脸上。 雪人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兔子就像雪球一样滚动着离开了雪地。 雪人站在空旷的雪地上, 闻着空气里弥漫的胡萝卜味,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雪人。 一只鸟飞累了, 停在雪人的胡萝卜鼻子上休息。 它们一起聊天气情况, 聊雪地上的脚印, 聊兔子的胡萝卜。 鸟饿了, 雪人就让它啄胡萝卜吃, 这是多么有营养的胡萝卜啊! 对于雪人, 鼻子上站着一只鸟,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对于鸟, 站在雪人的胡萝卜鼻子上, 同样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春天到来的时候, 雪人融化在泥土里。 鸟把吃剩下的半截胡萝卜鼻子, 种在雪人站过的地方。 春天到来的时候, 没有了胡萝卜的兔子, 在乡下没事情可做, 它决定重新回城市生活。 兔子经过树林的时候, 风仍然静静地吹着, 但雪人不见了。 兔子有些伤感地擦了擦鼻子。 鸟来了, 它是来照看胡萝卜苗的。 在雪人站过的地方, 有一颗绿绿的胡萝卜苗。 鸟说, 这颗胡萝卜苗是雪人让它照看的, 它属于兔子。 下词词曲简单。 吗?